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其抬到了档期最好的一月份 这些年金融武侠的翻拍层出不穷 比如徐克拍摄《射雕英雄传》之侠 制大者自观喧嚣战盒庄大飞后就激起千层浪 目前一点物料没有流出 连定装赵都无 《射雕英雄传》作为飞雪连天射白鹿 《孝书神侠与碧云》里最快智人口的作品 不仅版本众多 而且被口诛笔法者甚少 你快从我金刚的身上下来吧 他会被你压死了 要我救你也可以 不过你得相信我这么不是 2017年的李奕彤《杨旭文版》 则被认为是《零零后眼》中的经典 黄荣一笑 睫毛弯弯 美目盼惜 在更早的内地翻拍版本里 周迅饰演的黄荣褒贬不一 尤其是公鸭嗓被斗病 但金融先生仍说他聪慧 妩媚 只是朱玉在前 周迅再好 都不及经典版《翁美玲》深入人心 我爹是黄老鞋 我是黄小鞋 那种率真 骄傲 灵美 迷倒了万千七零后 六十后观众 当然 朱英版的黄荣人气也不低 漂亮又神气 虽然有些模仿翁美玲的痕迹 但整体有自己的特色 古灵精怪 而这回来的翻拍更别出心裁 提名金庸武侠世界 实则以射雕英雄传为核心铁血丹心 然后拍了眼声 东斜西毒 南地北盖 华山论剑 九英真卿 单元合集一共六十集 每个单元还分不同导演 该说不说 从选角上看 而确实花了不少心思 先看金庸武侠世界之铁血丹心 三十集 以郭靖和黄荣为叙述主角 两位新人挑大梁 男主人公郭靖游一族少年级巫此下扮演 他是风神训练营出来的 但和于是陈牧驰的肌肉美男形象不一样 此沙长相俊美 气质出臣脱俗 在风神第一步里小杨简 初次下山 手拿三肩两刃 潇洒飘逸 九七年出生的他 来自四川大梁山 扇马术 格斗 射箭 长刀 从外形上看 可以演英俊雄伟的郭靖 但气质可能更接近杨过杨潇之类的人物 看预告 此沙身穿战甲 头发全部梳起 露出漂亮的额头 古装扮相非常耐看 还有户外齐马拉弓射箭的长镜头 只看身影都觉得快意潇洒 片方也有意拿这段出来宣传 可很多网友不买账 认为虽很潇洒 但不是郭靖吧 对此 演员子沙在采访中认真答复 这部金庸武侠世界有很多创新的地方 郭靖也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么憨憨 以他的灵气和演技 或许能演绎出新一版的郭靖 女主黄荣 则由2002年出生的新人包上恩扮演 这枚还未毕业的他 参加过《我是女演员》的录制 当时就被刘涛看好 外形很讨巧 不用说话 往那一站 一笑 哎呀 星就化了 确实 包上恩的长相很小巧 有江南女子的清秀 在电影拯救嫌疑人美得很突出 铁血担心的预告里 他打扮青牙 造型和一期版社交英雄传里的黄荣有相似之处 很干净 很青春的美丽 有观众缘 值得一提的是 包上恩如今已被业内看好 搭档成一演了英雄志 在其中扮演银川公主 线下正在横电拍摄水龙银 合作的是罗云熙 等到黄荣上线就要看演技如何了 任贼作夫的杨康由王红义饰演 他不是科班出身 英译张军训照走红 2021年入行 2022年拍摄了长相思 和杨子 邓伟 张婉义 谈剑刺合作 赤水风龙存在感不强 但凭借大暴剧的热度 他也接到不少男二号的资源 比如搭档刘学义 唐烟的年无双 杨康的扮相 俊朗帅气 有角色的贵气 甚至有些神似圆红版杨康 而慕念词 也是一位新人 名为皇义 毕业于上戏 签约了欢瑞世纪 是与成一同公司师妹 在山河月明 琉璃长安诺剧里刷过脸 预告里他一身红衣 和徐露的长相很相似 不经验但耐看 说来金庸武侠世界主角 全启用新人很大胆 但实际上也是标准的老代新模式 除铁血单新主单元外 剩下的四小单元全是熟人 如九英真经单元 有八极细份 在金庸新修版里 背着重描写的黄药师 梅朝风故事被搬上一幕 周一维饰演黄药师 一身不一 满脸沧桑 吹奏碧海潮声曲 乍一看不像东邪黄药师 曾几何时 他因妻子朱丹的嘴而被潮油腻 如今上了综艺终于还了清白 他在剧中的扮相就不说了 还是期待他能呈现出一个 与众不同的东邪吧 吃恋黄药师的梅朝风 由孟子义扮演 但见他一身红衣 美丽妖眼 睁眼瞬间 神情凝重 似有万千仇绪葬于心头 修炼九英真经后 头发披散而开 眼中带红 这该是史上最艳丽的梅朝风吧 孟子义是第二次演射雕英雄传 上一次在里面饰演 外柔内纲的慕念词 也是一身红 但他好像并不适合这一角色 反而是梅朝风更有感觉 实际上 于正在神雕侠旅里 也拍了黄药师和梅朝风的故事 让杨荣誓言 当时很多观众接受不了诗图情 黄药师的白月光冯衡 她是黄荣的母亲 金庸这笔不多 只说其秀丽绝伦 风华绝代 虽不会武功 但有着过目不忘的本领 在以前的版本里 金庸没有点出他的实际年纪 而新修版直接写他和梅朝风一样的年纪 也就是说和黄药师差三十岁 这么一看 选择陈都灵太贴合 本人就是学霸 气质如蓝 一身立衣 轻力温婉 在这个故事 黄药师永远怀念冯衡 梅朝风念着黄药师 陈玄风则是一直站在梅朝风身边 新版则是何与扮演 预告里闪回片段 有记忆点 比他演的心里逍遥强眼多了 自三生三世枕上说后就比较低调的高伟光 第一次拍摄武侠剧 在东斜吸毒单元成了欧阳风 这高眉深目 这卷发 太有细域的感觉了 我愿称之为史上最帅欧阳风 金庸原本亦带过欧阳风和嫂子私会 生下欧阳客的故事 到了新修版里 他也阔显了这段前程往事 其实 于正在《星神雕侠侣》里也拍了 但拍的太穷瑶以至于观众接受不了 金庸武侠故事则把这一单元拍出了六级的体量 不知道会不会在原创新人物 到了南地北盖单元 段志兴 红七公的故事线浮出水面 何润东和明道主演 一头花白发又厚又棚 衣衫褴褛 胡子拉叉 原来他正是红七公 明道这一转型 多少人看愣了 这一单元的导演视为邓科 指导过这续 明道在演完红七公后 又火速去了夜不收剧组 从武林高手变为蒙古将军苏赫巴鲁 扮相比之前更突破 哪里认得出他就是曾经的偶像剧霸总啊 看来明道是下定决心转型了 何润东饰演南地段志兴 这更让人意想不到 目前这一角色只有年轻时的剧照流出 一身古装 束发 是大力宣宗皇帝时期 他演过很多武力值超高的角色 有部晶云 礼部 外形上高大魁梧 看起来就能打 这回演善意扬指的男帝 很意外 除阴故外 导演还加入了女性角色一伙 尤罕尼克兹饰演 他来自新疆 抑郁长相 美貌非常 王重阳由于锦维扮演 于小伟是他的曾用名 抛下过往名气 改名改到大家不认的 他真够勇 除邓歌外 另外的导演有杨磊 曹顿 赃西川 徐冰 都是业内名导 如此看来 我也是煞费苦心 只待正式上映后观众检验了 对于该片你是否期待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一起讨论